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松开小车侧板锁紧环及传动装置螺栓 通过连接螺杆调整车轮间距使其大于主梁下盖板宽度 只用升降设备将主梁放置车轮中间 通过连接螺杆向内调节小车侧板 直至两侧车轮的轮源与主梁下盖板间距为3毫米左右 同时校正小车两侧板的垂直及上下间距是否一致 将锁紧环 传动装置及连接螺杆按力举要求锁紧 安装钢丝绳绳架 端梁安装 使用升降设备将端梁悬挂到主梁法栏下方使螺栓孔对齐 安装定位螺栓 再安装剩余螺栓 按力举要求紧固螺栓 安装扣进螺母做防松标时 电器及其附件安装 安装缓中器 安装拖揽线线框 安装十字线位器 在主梁上盖板安装异形钢支架 安装异形钢吊卡 安装异形钢滑道及异形钢接头 安装葫芦运形拖揽线 安装手柄拖揽线 固定尾车 安装滑车档块 安装电动弧路导电架 安装线卡及大车运形电击线 安装拖揽线链链链链条 安装配电大车电气箱 安装配电大车电气箱 安装电机线 安装电机线 通电调试 检查各部分安装情况进行通电调试 安装电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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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